战国时有个叫田文的土豪养了上千个门客 靠着人多成功晋级战国四公子 有一次魏王派他出使秦国 结果刚到秦国就被秦王扣下 希望他来做相国 田文知道秦王反复无常哪敢答应 于是计划着准备跑路 田文找到门路去求秦王的宠妃 吹点枕边缝 让秦王放过自己 宠妃答应了 但是却要见胡白球做交换 于是田文便派自己的马仔钻狗洞 盗取秦王宝库里的胡白球 把他交给宠妃后 这才让宠妃搞定秦王 准备过两天放田文回国 田文大喜过望 哪里敢等两天呀 趁夜一路就跑到了寒谷关 一到关口才想起 这寒谷关是鸡鸣上班开门 天还没亮 哪来的鸡鸣啊 这可仇死田文一帮子人了 突然一神鸡鸣 引到寒谷关内所有的鸡都咕咕对 城门应声而开 田文这才反应过来 原来是自己的另一个马仔 学攻击叫 来了一嗓子 看来马仔多 还是有好处的吗